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安娜在揭开其中一位壮男衣衫时显得十分娇羞 难道菲安娜对身材壮实的男生全有独钟 我没有特别的喜好是壮还是不壮 或者是长得帅不帅 对我来讲男生最重要的还是专一 还有善良 孝顺 然后懂得幽默感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生意 另外两位主角张军宁和陈一涵 由于工作繁忙 没有勤零现场 菲安娜对此表示理解和感到有些可惜 希望三人在约时间在台湾一起观看 这部电影我还没看 我待会就第一次看 然后我们都在微信里头就说 好可惜 好可惜 我们三个要分开地看 那我今天就先自己一个人看 对 那可能就是找一天吧 那可能我去台湾找他们俩一块看 提到在影片中跟夜店男生上演了一些很疯狂的戏份 而单身的菲安娜好像对这个话题很敏感哟 连上去显肥红并略带羞瑟解释说 我本身也不会去那些演员跟那些男人这样玩的 我如果就是跟朋友出去喝个东西 我通常都是只会跟我熟悉的人一起聊天 所以这一次在这个桂米尔里头 真是做了一辈子的疯狂在里头了 对 我们的总机来是Mr.Nicki拉的 我们邀请回所有的杰青的会员等等 我看到台下的摄影师 飞得越来越想干嘛